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已经出现了20度以下了 新北市的双溪测得的温度只有19.7度 像大溪 桃园大溪 还有新北市的深坑 所测得的温度也只有20度 所以有一些平地空旷地区的地位已经到了20度 所以清晨起床的时候要添加一些博外套 那么但是中午的时候蛮热的 那么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算是舒适温暖偏热 而中南部地区可以到34度左右 其实更是炎热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是24到31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25到34度 东部地区以及澎湖地区23到3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依赖24度 台中花莲25度 台南澎湖27度 高雄29度 台东是26度 这样稳定的天气状况就到今天了 今天深夜会有一波封面接近我们的北部海面 明天才会比较感受到封面带来的一些变化影响 不过这波封面既微弱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估计大概只有影响明天一天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公益指数上涨了140点 刷盘指数是27288点 涨幅0.52% 纳斯达克上涨了184点 刷盘指数是10963点 涨幅1.71% S&P指数上涨了34点 刷盘指数是3315.57点 涨幅1.05% 费成半导体 刷盘指数是2180.26点 涨幅1.21% 其实美国股市的消息面都不算太好 除了房地产的消息之外 包括了美国跟欧洲的疫情还在恶化 现在英国可能会再实施六个月的封锁 然后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出现僵局 就是选完了 但是没有人承认败选 那么可能会僵持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两党的刺激法案都陷入僵局 而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很快要没钱了 这一些都是利空消息 可是昨天美国股市在平盘附近开盘之后 在科技类股的领兵之下开低走高 那么这里面最值得注意到就是 五大科技类股又成为了领军的重要的个股 苹果上涨了1.57% 可是涨的还不算多 微软Alphabet跟脸书的涨幅都超过两个百分点 那么微软涨了2.41% Alphabet涨了2.08% 脸书涨了2.66% 亚马逊更是大涨了5.69%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这个科技类股 那至于跟台股关系最密切的 那么台股在美国上市的这一些ADR呢 台积电的ADR下跌了0.14个百分点 而联电则上涨了0.23% 月光下跌了1.43% 中华电信则小涨了0.03%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原油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9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39.60美元 涨幅0.74%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8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1.72美元 涨幅0.68% 那至于在黄豆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 则小跌了2.75美分 每桶是1019.75美分 跌幅0.27% 至于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呢连续的下跌 下跌小跌了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907.60美元 跌幅0.16% 不过这创黄金交易最活跃的 交割契约的这一个契约的 7月24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 那么黄金的下跌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那么美元指数的上涨 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33个百分点 来到了93.993 美元指数的上涨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是美国的联准银行呢 那么出现了一个鹰派的言论 那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 总裁伊文斯呢 他在一个视讯会议上面强调 他说如果没有另外的 财政刺激法案的话呢 美国的经济复苏的时间 可能会更长 甚至于会陷入彻底的衰退 那么但是呢 他认为在通膨目标达到 2%之前 就应该要 确实是应该要暂停升息 可是呢 如果进一步的量化宽松的话 可能会对于美国经济带来 额外的提振 他本来过去呢 其实一向都是被视为鸽派的 但是呢 他却不断的暗示 未来可能会升息 其实他讲的话还是鸽派 可是被解读为鹰派 所以呢 导致了美元呢 那么升值了0.33个百分点 好来接着看到的是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 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事报 白总股价指数 上涨了25点 涨幅0.4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19点 跌幅0.4%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51.95点 涨幅0.41%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首先呢 是美国联邦政府 有可能会在10月1号之后 又面临局部关门的一个局面吗 那因为呢 现在呢 维系美国联邦政府运作的资金来源法案 到10月1号就到期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那你知道这个美国的现在国会呢 政党之间呢 是相互的不信任 而且呢 没有办法达成任何的共识 好 所以呢 现在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的党团跟共和党党团呢 他们都提出了一些临时支出法案 但是因为他们协商破局 所以呢 那么就算是他们的法案 那么经过众议院 然后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多数 能够通过这个临时法案 可是呢 这个临时支出案 能不能通过参议院 因为参议院又变成了共和党多数 就成为了一个难题 好 所以现在呢 能不能够在9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法案 是一个问号 那如果没办法完成的话呢 那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些单位就必须要关门了 好 那么另外看到的是美国呢 那么他的这一个 这个美国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克鲁曼呢 提出美国现在是K型复苏 那现在这个数字就可以说明什么叫做K型复苏啊 那么美国联准会呢 公布了第二季的家庭财富进额 结果发现呢 比前一季第二季 比前一季呢 比第一季整整增加了7.6兆美元 来到了119兆美元 增加的幅度高达6.8% 当然第一季呢 衰退很多 可是第二季呢 立刻回升的速度相当的大 所以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 美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是季减年率呢 是高达了百分之31.9% 所以一边呢 经济成长率是大衰退 可是另外一边呢 财富进额呢 是大幅度的成长 那财富进额大幅度的成长 当然就是因为房地产 还有包括了股市的上涨 那么所以你就看到 一边是资产拥有者 大幅度的增加资产 另外一边呢 是没有资产的人 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 其实呢 那么情势呢 仍旧是相当的危急 这就是所谓的K型复苏 一边不断的往上升 一边不断的往下降 好那另外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房地产的讯息 那美国呢 昨天呢 公布了成屋销售的 一些相关数据 结果呢 在成屋销售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 美国的这个成屋销售呢 是来到了创纪录的高 那么这个是我来看一下 8月份的成屋销售呢 月增2.4% 那么年化总数呢 是600万户 写下了14年来的新高 而且这里面呢 它的中间价的部分 也比去年同期 年增11.4% 所以价增量也增 量增价增 那么现在唯一减少的就是呢 销售的成屋数量 代销售的成屋数量 年减18.6% 所以呢 那么房屋要卖的数字呢 减少了 但是呢 买价跟这个成交量呢 都在往上升 好这是美国房地产的一个情况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特斯拉昨天的电池日 就这个特斯拉电池日在 他的这个公布的前一天 那么他的这个执行长 马斯克呢 他在推特上面呢 就说 这个新电池很棒很棒 但是令人要量产的时间 要等到2022年 现在是2020年 所以要等两年后才能量产 所以这个使得呢 特斯拉的股价呢 反而是大跌了超过了百分之五 不过呢 在盘后呢 特斯拉他实际上面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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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旌旗日呢 他呢强调的其实不是电池 而是呢 因为他的建厂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估计呢 今年的交车量 可以成长百分之三十 到百分之四十 这个呢 有刺激特斯拉的股价呢 在盘后上涨了百分之二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 那么中国大陆呢 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呢 现在正在眼里当中 那日前公布的是 一旦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 处罚规定 好那但是呢 对于到底哪一些公司 可能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现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 最新传闻的 那么被点名的是 思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思科其实在 很多的这个设备上面呢 是华信最重要的对手 华为是华为最重要的对手 所以现在呢 中国大陆可能将思科 列为不可靠实体清单 不过公布的时间点 可能要等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才要公布 以免在总统大选之前呢 那么产生一些变数 好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 英特尔 英特尔呢 昨天呢 证实 那么已经呢 获得许可 然后可以 那么供货给华为 不过他主要供货的是 笔记型电脑 还有一些伺服器的一些 晶片呢 那么跟华为现在最急需的手机晶片呢 其实关系度不高 那大陆的这个英特尔的分公司呢 表态说呢 英特尔的字典里头 没有撤退的撤 也就是说呢 绝不考虑说呢 撤出中国大陆 因为脱钩不符合产业的规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人民银行呢 昨天呢 用逆回购的方式呢 释出的资金高达 三千五百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 一兆五千亿新台币 因为昨天呢 并没有逆回购的回收 所以呢 昨天是尽头放呢 就直接释出来的资金 就是三千五百亿人民币 可另外一方面呢 那么中国大陆在房地产市场 这边释放资金 可是另外一边呢 房地产市场的部分呢 还在收紧 将二三线的城市的房贷呢 都在收紧当中 好 那我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入股的部分呢 那么昨天呢 亚洲股市呢 几乎是全面下跌 所以呢 上证指数也是下跌了 42点跌幅高达 1.29% 深圳城市下跌了 126点 跌幅0.96% 香港恒生指数 下跌了233点 跌幅0.98%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那么 昨天开始的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 那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全球行销长呢 那么透露今年全球的半导体渴望年增 3.3% 而其中呢 台湾的成长就高达16.7% 那么总产值可以高达三兆新台币 整个的这个产值呢 不但是年增迅速超越全球平均值 而且呢 稳居在第二 仅次于美国 这里面金元代工当然是世界第一 封装测试呢 也是世界第一 IC设计则是位于世界第二 好那IC设计的龙头联发科呢 昨天呢 也提出了他跟Alison 那么在5G的手机晶片上面呢 有一些测试完成了 那么这三段三项频段完成了互通测试之后呢 对于这个联发科呢 他进军5G手机晶片呢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我们看到呢 包括了这个野村证件呢 昨天提出了几项利多 然后认为联发科呢 可以改为买进啊 那么联发科的利多包括了 高通的低阶晶片可能会迟到 然后还包括了大陆的手机品牌呢 现在还是下单很积极的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央银行昨天标售五年期的公债 结果呢 利率又创了历史的新低 只有0.295% 所以资金还是非常的充沛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8月份的失业率呢 意外的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是跌破了4% 来到了3.99% 好可是呢 这个台北股市呢 却是连续性的下跌 昨天呢 是大跌了149点 跌幅高达1.17%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 台积电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 而且外资投信都站在卖方 这一点呢 其实是造成台股量缩大跌的重要原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对了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